请你用电脑 请你选到呢 D2这一个就黄色这一个 然后到我们的日期及时间的函数点下去 从里面找一个today today就是今天嘛 直接按确定就好 ok 所以很多的他们他们那种报表 报表有时候不是要打上今天日期吗 他们就固定的在报表上面 放一格日期那一个啊 就会用函数 用这函数他就都会呢 当天上来报表一上来 开新答案出来的时候自动的 那么呢就把日期秀上来 今天是6月6号嘛 哎 再来那当下的时间 所以请你选到第二格黄色的这一个 第二格 第二格黄色的这一个 然后呢 到我们的日期及时间里面 请你找一下NOW NOW 一样 直接按确定就好 哦 现在时间是10点10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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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啊但是那个不是火的 那个不是火的 之前不是请过用快速键吗 Ctrl加分号 对不对 那是死的 好 你明天如果打开这个档案来看 日期就是明天的明天 听懂吗 明天6月7号嘛 如果你明天打开这个档案来看的话 上面就不是6月6号了哦 是6月7号 这样了解了吗 哦 所以他用函数打出来的日期 跟当下的时间是火的 哦 等一下如果你把档案关掉再打开 那个时间又不一样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Date 比如说呢今天有一份资料表 那么呢 每一个人当初是 西元几年进来的 西元 西元年 哪一年进来的 几月几号进来的 他们都分别的把它登录下来 像这样子 那 最后一个呢 叫道指日 就是说 可以用这个函数 Date的这个函数 他可以利用Date这个函数 把年月日合并在一起 变成一个日期的形式 哦 来我们来做一次 请各位呢 选到道指日的这个 好 选到了道指日的这个之后 请各位呢 到我们的日期及时间函数当中 选第一个Date Date 好 来看一下 第一栏是不是年 第一栏是年对不对 yes嘛年嘛哈 请你去把前面年的这个点进来 来 了解哈 不用锁吧 不用锁哈 不用哈 欸 锁的话你后面都不用做了 只做这个就好 第二栏点一下是什么 M O N T H是什么 月 上英文课哈 来月点进来 第三栏点一下是什么 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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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就自动的把它合在一起 好 我们按确定看看 有没有 他就自动把年月日就合在一起 可不可以点两下 不行 因为有格式上的问题 所以你要复制一下以后 到底下再把它贴上公式 各位在将来你在考认证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哈 这个会扣分的哦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 会扣分哦 好 接下来 稻子年 稻子的年 也就是说 他要求各位 前面啊 有每一个人的稻子日哈 然后他要各位把那个日 把那个稻子日当中 那个年啊 萃取出来 把它登记在后面 用的函数是 yes y e a a a year 来各位 请你先做做看 我把函数都跟你讲是哪一个了 请你做一下 后面 请各位 统计出 每一年的稻子年 每一个年度 是几个人 后面的人数 请你把它统计出来 前面先把稻子年啊 先做出来之后 利用这个稻子年的 这一 这一栏的资料 去旁边 去把人数统计出来 好 来我们先把稻子年做一下 点到啦 稻子年的这一格 哦 我们到日期 及时间的函数里面 找到 year 好 他就这么一栏哈 指的就是把前面这一格 点进来的意思 好 确定以后呢 他自动把那个年都萃取出来了 右键点一下选复制 到底下呢 做贴上公司 好 现在呢 我们的整个稻子年出来了 请各位到旁边去把人数统计出来 用的是哪个函数 还吗 代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那还有人讲some if呢 是哪一个 come if 好不好 有条件的统计啊 他在这里面 请你把从这个范围内 把1997的 有没有抓出来 看看一共几个人 那不就是有条件的统计吗 赶快翻一下笔记本 已经忘光了 你那个流体记忆 流的也太快了吧 因为那是洪流吗 你要是流体记忆 是慢慢的流掉 应该是洪流 大洪水 轰一下就不见了 好 所以就是有条件的统计啊 对啊 come if 你翻一下笔记本 好 有条件的家种是上一幅 是为周围同学 没你喔 你翻一下笔记本 如果是有条件的家种是上一幅 就会上一幅 你用三尾 你是要加1997 一直加19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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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嗎 哈哈哈哈 洪水 還好 我沒有講是哪一位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跟你們講是講是做第一排倒數過來第二排 好啦 我們這一次齁 來 點到人數這一格 我們看一下齁 點到人數這一格 我們到最近用過的不少還有沒有 沒有 太遙遠了齁 來 其他函數裡面的統計的come if come if 來 我們看一下 第一排是不是range啊 range是什麼 範圍 有沒有 範圍是哪個範圍 道指年的範圍 來 同學 要不要鎖 要還是不要 要 為什麼要 因為呢 等一下你做完第一格會不會往下拉 會 所以要鎖起來 要記得 要記得 第二欄是條件 點一下 選哪一格 就選這一格啊 前面的道指年這一格不就是條件的嗎 點進來 要不要鎖 不用 因為呢 你每次往下拉的時候 他就分別的要前面 要到前面去抓進去抓進去抓進去統計的啊 所以呢 各位要記得按確定 好 按注意右下角往下拉 這樣子 ok 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配合他的這一個題目 額外的 再請各位的複習一下come if的這個部分 哇 我不應該往下拉的 差一點就忘記了 要複製 因為他有格式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貼上公司 所以這裡還是要稍微注意 不能夠 sick up 長 不能夠忘記 來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題 簡單 道指月 請把他的月份抽離出來 來 各位請做做看 我們就跟各位講是哪個函數了 做這有什麼用 各位知道嗎 每一個月的壽星啊 你們有一些生 有一些公司有沒有 啊 本月壽星有沒有 哦 一關禽獸 壽星有沒有 哈哈 哦 壽星那公司就會發禮金 一兩萬 有沒有 哦 那我家 那我家絕對不要說做到貼優啦 做到進棺材哦 都可以 為公司做到中方也值得 哦 不啦 不這麼恐怖 來 也許公司很重視這個 哦 會給員工一種激勵哦 好 來 道指月 點到啊 道指月的這一格 哦 點到道指月的這一格 那我們到日期幾函數裡面的 MONTH 有沒有啊 MOMS不是 怎麼唸 算一下 不是英文課 沒差 來 把前面的道指日選進來 我按確定 這樣就可以了齁 Copy一下 下面呢 就貼上公司 好 像各位如果去網品吃齁 如果是他都問你有沒有壽 有沒有壽星對不對齁 哎呀 很多 像很多服務業都很重視這個 我還在拍照 我還在拍照 嗯